100. 《蘋果日報》2009年8月31日報章 E.十二名彩論壇 G.G.西語拜左丁山任總裁拜拜打電話 找財經記者站撲了,怎知他講兩句就收線 喂!左丁山,最好下星期一,8月31日, 只打電話來,這兩天好吾得閒,其實整個禮拜都做到死 記者站不肯談久點,唯有找大編輯,大編輯說 今日是8月26日,你找人真係不合時 你上網睇下就知,今日好多好多記者招待會呀 經他一提,立即醒起上星期是超級業績宣佈期 但8月26日就有三十幾間公司宣佈業績 報紙《財經版》做到失魂,財經電台都沒法子講得完 單系大公司就有中信財富、中海遊、施直環球、合和、九倉、光大控股、家里建設 記者會於兩點後就有中信財富、大酒店、茂花局、合和、中海遊、家里、重室 驚無神整多個淫至江記者招待會,難為財經記者在金鐘與中環之間撲來撲去 報紙精簡人手之後,實在窮於應付 難怪某公司企業傳訊經理似小姐與公關靚女 咦!猛感身,昨日叫記者好辛苦 咦!現在好驚,記者會如果沒什麼人來,場面冷落,老闆會炸殺型 咦!如果老闆是李國寶就行了,有他坐在那裡,記者包補勇約出席 可惜有傳媒好照力的老闆,百中無一呢?又或者是任志剛總裁 是香港千中無一支記者刺舌,一聲話見傳媒,電視台即刻刊牌直播 什麼公關靚記者咦!完全節省,財經版夠膽不派人來咩? 任總裁臨別抽波,記者會上談笑風生,應付喻喻,真能人也 聽他答記者就精彩啦!可惜電視機旁的觀眾聽不到現場記者的問題 收音甚異,與長和系主席李嘉誠之記者會有好大分別 那一日,蘋果記者問將軍路樓盤,所有電視觀眾都清楚聽到記者問什麼的 如此看來,金管局公關下次為陳德林開一個上任記者會, 請處理好點,擺多點米,搞好現場收音得不得? 任總做金管局總裁范十六年,任期之長,僅次於格林斯潘做聯署局主席十九年, 任總雖然年過六十,超越政府之法定退休年齡,仍然精神換發, 比李察基爾更有吸引力,但可在尋職業第二春, 最佳出路會是做香港大學之經濟金融學院兼職教授, 回歸母校,吾會介意教授身水低掛,與他退休前薪酬比較。 好。